神秘道 城隍妙 哦之前觀眾問的是不是這一個啊 盜培之謎 好像是哦 神皇妙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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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盜匪出沒哦 這個盜匪跟剛剛光輔劍的盜匪 不知道是不是一樣的 盜匪在城階廟附近出現的 哦所以兩個之間應該是可以一起做的 ok 我們來到這個城階廟後面好開啟霸者之眼 然後就看到一個血跡 好找附近的人談談哦 裡面要住這陣子看來有什麼煩心事 看來裡面要住的心事可能與神秘盜匪有關 如果能找到他 然後向他詢問廟後牆上的到邪氣的事 或許能從他那裡問出些什麼來 我看他有圖像哎我以為沒有 等一下他的模組是在顫躲嗎 還是在卡 他在顫躲嗎 還是只是bug而已 啊我不想幫他配哦 不要狂點頭我應該沒看錯吧 不要狂點頭 帶帶相傳的重大秘密 有一個密道 瑜伽以前徐州幽城有出現過嗎 還是還生節有出現過 要是 是被迫啦 他也不是故意的 城隍庙裡的城隍像 就是個機關樞紐 先將神像底座往後輕推 再左前右後越圍轉動 從開關機關之後到廟後 推動你發現有血氣的難民牆壁 他就會向後退 他就會向後退去顯露出往下的階梯 努力從牆前離開牆壁會馬上關上 變得重新推動神像才能再開啟 拖鞋妙珠新的過在下 在下又會嚴守機關的機關門的秘密 之後就請等我們的好消息吧 ok ok 哎 這樣畫面是有抖動嗎 還是有錯覺 激光蘇鳥 在哪裡 進路 沒想到可以進我城樺廟下的激光衝灰此地 我這個就是之前遇到消音的那個嗎 等那個地圖的那個地下密道啊 我真的假的bug過 沒想到可以進我城樺廟下的激光衝灰此地 不到這裏究竟與許多許多城有什麼觀點 在過去 又是為了什麼建造的走實力的好奇 我們走到倉庫 倉庫的位置這裡 有敵人 你們是誰 開啟秘密的方法應該沒有其他人知道 你們是怎麼進到這個地下密道的 笨蛋 這還要問 消音照是老理告訴他們 肯定是他上次河道他鬧飯 就找到這些人來對付咱們 嘿 那麼他是活得不耐煩的 並敢打 敢對咱們下手 咱們先宰這些傢伙 回頭再一起找他算賬 你們這些萬恩負義的惡徒 死到領頭依然不知悔改 在找我們算賬之前 先到爺王那裡 算算你的罪狀吧 哼 小飛物 ok解決 玄烏雨衣 沒有劇情 找有一個東西可以拿 可以嗎 我記得之前我要拿過對不對 對我之前拿過了 哦嘿 有多一個東西 哦這拿過了 ok好那我之前拿過了 好那這裡啊這還有一個多一個 還是我之前沒看到 等他的 逆破前十這個 堅持之陣 三列並行可減少15%特技所需的續徑行動值並增加 好啊 那這個 這樣是比較快吧 發刀是比較快 好所以我們在之前項羽的回憶跟小兵 有提到這個暗示 白虎 白虎先推 大家最喜歡的白虎 左邊不放 對 沒錯 好 好 然後咧 嘟雀 嘟雀應該這個 然後玄武 玄武 幹 嚇我跳 你等再也升太快了吧 用 然後咧 煙武 青龍 青龍 好像我應該是綠色 然後打開 好大聲哦 成功了 好再存一個檔 這麼多人 你們應該就是老李找來的幫手 還找綠藥到老李會背叛我們 這件事就到此為止 我們可不會乖乖束手就擒 這就來分個勝負吧 從你的話聽啊 你就是這批到誰的頭領 何銀鴨 這回不能叫你們五花大綁 送去光復生之以法 只能直接讓你們去見盈望 別怪我們所想不留情 我這死活的錯小子可別看 可別看 特別太看不起人了 頭上 一起亂到把這些叫砍成肉醬 嘿 沒有音效哎 我還有音效 簡單哪雜魚 都伊利 哦他血量稍微多一點 哈哈哈哈 可是你再把武器更沒裝 好你知道那個敵人是不是 我發現後面的敵人的那個速度開始變快了 哎哎蠻痛的哎 暴擊一百六十六十二滴還是蠻痛的哦 新招新招一見最悅 好 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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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 哈哈 我的槍法還沒聲說 踢粒子 倒入我 看來潛伏在此的盜賊都已經被禁速 禁速租出 雖然遺憾他們造勢如此下場 不過也是他們製作之受 我還是快去把這個好消息 告訴你妙助吧 噔噔 啊 我差點露了對方頭領 懷中了一張脖子 上面確實有 江陵斧 那念字怎麼念 缺茶卷影的字樣 看來的確是很大一筆數目 這肯定是基金掌勢被搶那張茶飲 就拿去還給他吧 好像一個寶箱 這裡 兩萬塊 然後我們再回到剛才的均衣 均衣室 就是一開始遇到消鄉的那個地方 然後屏風後面的門打開的吧 對就是這裡 哦寶箱高級木箱 玉夾金印啊這怎麼 受損的骨劍 屁血紙巾 受損的骨劍 任意棄資 嗯 這邊有一個什麼金印哦 應該不用修建吧 我現在要回到無字解庫 啊什麼東西沒給我 好了要告去雅府 告訴那個 那個什麼官員嗎 哦那個劍是要修的哦 這真的可以修我剛剛看到 然後 今天等一下先解燈物 陳少俠 這陣子 有勞你奔走調查神秘盜匪 從你臉上的表情 似乎事情已經有著弱了 什麼事都要主角幫忙 那鬼劍找修完了 昨天沒有看到嗎 昨天拿完了 我我還有電話了 800經驗值 那鬼劍沒有修 那鬼劍沒有修 他送什麼 1200經驗值 亂敵冰法書 冰幻神石 黑玉蛇劍 鬼魄必經 好像是那個 常新村的大娘送給我們那把劍 然後你只要 這是封住啊 封好之後就是會變很強 那一把忘記了 鐵劍吧這把吧 是嗎是這把嗎 好像是這把 但是書簡飛翔的 但是我沒有時間去用哈哈 好不管 我們剛拿那御甲經驗要給無印哦 嗯 鐵劍沒有什麼來力啊 沒有啊 結果他把 他把項羽的東西 隨隨便便就給無印 哈哈哈哈 ok 這是他要準備一個好東西要給我 我們把那個受寸的古劍給歐椰子 吼 混混的氣息 誰都低一下 不好意思 我拿出來給我看看 哈哈哈哈 果然是他 沒想到居然會給你找到 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啊 瞧著 這邊古劍叫做公布 老父親所打造的兵器中 最得意的一件作品 然後他命運多船 從楚國鎖中輾轉流大秦國 最後為一個魯莽的家國所得 他因為此劍鋒利就胡亂使用 好好一把劍糟蹋成這個樣子 唉 這是爆田天物 這公布劍你多年未限於是 沒想到今天能再見到他 難怪看到得意之作 被毀成這個樣子 多使讓老夫十分不捨 既然他重回老夫的手中 就不能把他這樣放著不管 原來如此 沒想到此劍與前輩有如此淵遠 不過聽前輩這番話的意思 可是打算修復這本劍嗎 以前輩的鑄鑄 鑄鑄鑄鑄之經 想相信這必是易如反掌 少拍馬屁 這本劍修起來可是困難得緊 現在那傢伙是與誰交手 死發了性子 死上的權力 狂憑猛侃 一致劍身不但滿部裂痕 還傷及術 術與其中的劍魄 現在這瓶劍損傷其中 可說是死了大半 雖然讓他起死回生 並不困並非不可能 那得大費周章 可不是拿著鐵錐敲敲敲打打 就能辦到的 你當初修霸劍不是敲敲打打就修好了 也就是也就是說雖然會麻煩些 但還是難不倒你 晚輩十分願意為此出於奔利 用有什麼幫忙 人幫忙之處 還請前輩不要客氣 儘管吩咐 你的小子果然是專打如意算白啊 想看待以往的交情上 原來占這個便宜也無妨 不過你得先把老夫早期修進所需要的材料 為了恢復此間的力量 老夫需要兩種東西 身於太古真眼的以火注石 身長久力的零碩玄石 以這本性兩極智慧教練的衝擊 來重鑄殘破的魂魄 然後還要一些玄鐵與火通修補劍的損傷 小子 幫老夫收集五塊以火注石與五塊的零碩玄石 還有玄鐵與火通各三塊 我就幫你修補劍 但這財事可不好辦 我妹雖然知道玄鐵和火通 以火注石與零碩玄石 這兩樣東西可是文所未聞 還請前面透露一下 在哪裡可以找到這兩個東西 老夫只知道以火注石來自太古的天火 零碩玄石來自九地玄領之氣所生 一個在體驗一個在地 或許在雲中高齡的與地底深處 會有一些什麼帶著他們 雲中高齡與地底深處 看來這下子有這招了 不過晚輩會盡力而為 上天下地也要找些這些材料 還請前輩耐心等候 不用擔心 老夫會在這裡等著的 快去吧 我們要學第二招 好 這個 欸 這個 利劍 允日 好像都是單單體技 哦這個還沒有 好的先這樣 主人 這陣子壁子在逗你 四處整理的時候 發現這個被小線收藏起來的御印 可能是十分重要之物 可是壁子怎麼記不起 還是用來做什麼的 那個這個御印說不定主人 手中帶有用處 所以壁子前後前師後想 決定先將他交給主人 原來如此 那麼這個御印我就先收藏 不過俗話說有依舊 不許在這個洞服裡面還常的有其他 你不記得的東西也說不定 嗯主人這番話說得有道理 畢子回頭再去出四處找找看 子窮欲印 好 然後在在這裡面啊 有一個被封印的房間 他是貓 啊不是你沒有看到這一集嗎 他是貓 就打出聲的時候啊 哎等一下哦哦 ok ok 這個可以解這個 一開始那個封印的門 然後我們會得到第2塊預減 ok 拿到了